针对这起事件呢 玉里国小的家长和师生都很担心 玉里国小的校长张又先就表示说 为了保护学生 他当然是要提案拒绝 同时他也会提报到县府教育处 高雄市一名诚信特教老师 遭到多名家长投诉 谩骂提拔阿特教生 还退销健康食品 最近县外戒拼的花莲县玉里国小 让家长以及师生十分担心 玉里国小校长张又先表示 为了保护学生当然是将提案拒绝 并且也会提报到 花莲县政府的教育处 之前也查询过 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内容 那如果这些内容 如果说有属实的话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开教评会 教评会中我们会做一个审查提问 然后在最后做成一个决议 后续的一个程序处理是这样 当然我们学校是真的是 为了维护我们特教生孩子的受教权 我们希望我们特教生能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严格的把关 校长表示戒评结果在5月26号公告 是来自高雄市的陈信特殊教育教师 调入玉里国校 但经查陈信老师在高雄任教期间 发生数起对特教学生严重体罚的事件 引发校园一片哗然 玉里国校目前有5位的特教学生 虽然少数 但是每位学生教育都不能忽视 会召开教师评审委员会之后 向教育部召开县外戒聘委员会的提案 不同意诚信老师调入玉里国校 陈信老师高雄任教期间多次传出体罚 言语霸凌以及不当的管教 让老师家长都非常的担心 陈信老师无视身心障碍学生需求 无心从事特殊教育工作 恐怕造成学生以及家长们的审心伤害 校方拒绝陈信老师进入校园 以免造成学生伤害 记者高伤双预证采访波动